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几句话是这样子讲 你依照这个恶贯气脉明点的修行 虽然能够得到这个世喜的三谋地 也能够在这里能够得到大乐 没有分别 庄严你都能够得到 但是还不能了脱生死 不能度脱三有 应该要依这个方便的方法 依照气脉明点的修行 进入无我意之清净正见 这个就是修空性 那密教本身的修行啊 经过这个外法 这个身口意清净 内法 气脉明点 再来修无上密金刚法 最后呢 就进入这个大圆满的空性 那其实这一章啊 也不容易讲 这一章也是很难讲 因为空性呢 跟这个有 空分有之中啊 是很多祖师 为了这个空有之间呢 经常在那边这个争论的 所以是非常的难讲 这里面也有好多段 都是这样子啊 里面有解释再解释 那么重复再重复 但是有一个原则 你假如不修空性 你没有办法了脱生死 他的这个 这几句话 很简单的给你点出来 应该从气脉明点 隐身大乐之中啊 还要继续再往前修空性 那么他这个是怎么讲呢 为什么要修空性呢 也有他本身的道理存在 那么在修空性的时候 然后要注意些什么 要注意些什么 这里面都有提到的 他这里面呢 写到这个结合经营 赤注尽力处 当正随观察 一切法无我 意思是这样子讲啊 这个观察 很重要 观察这两个字很重要 菩提心思云若不知空性 终非解脱一 假如你不知道空性的话 始终就没有办法知道如何解脱的 修行人啊 修到产生大乐以后啊 有时候因为贪图这一种大乐 他说哎呀得到法位了 那么你坐在这个法位里面呢 经常能够得到永恒的大乐 他说这样子就已经很满足了 得到大乐就好了吗 我还求什么呢 其实人生真的 很多事情啊 你求也是空 所以有人讲说 哎 你今天活的有什么意义 我问你啊 你今天有什么意义 今天跟昨天差不多 早上这个起来 吃早餐 吃完早餐 写文章 写好文章 吃午餐 吃好午餐 回弟子的信 回好弟子的信以后呢 吃晚餐 吃完晚餐 这个在家里 回家 回家有电视 看一下电视 师尊喜欢看什么电视 看这个 好像是说那个黑社会 Use gun Q the people 有时候也蛮好玩的 看自己好啊 哇 他像那个车子啊 很多那个警匪枪战啊 那个警车 在追那个 那个 好像是说 那些强悔的车子 哇 很刺激 创来创去 很刺激啊 很好玩 看完了 做什么呢 Sleeping 睡觉了 第二天 又重复的 你说 哪一天你真正的 你今天活的 有什么意义呢 对不对 还要问你啊 有什么意义呢 睡觉 吃饭 工作 妥妥 就是这样子 通通讲起来就是 这三件事情 还有另外 就是有修法啦 还有讲法 这有意义就在这里 另外在修法当中 能够得到法乐 这种大乐 今天有些人 还得不到这种法位 这些法位都没有 就只有吃饭 睡觉工作 其他没有 所以你说 人生有什么意义 佛者是干什么 这个就是要你观察 这个他里面叫你讲 观察 你要看 时尊是得到大乐的 我经常得到法位 很快乐的 哦 很快乐 那么就执奏这个快乐 不再进步了 就是说 我已经得到法位了 天天在那边 这个 这个名点了 哇 十到千叶莲花 又降下来 十到秘轮 又把它升上来 又降下去 啊 every time 啊 every time 啊 so happy but just happy 啊 要做什么 只是快乐 要做什么 啊 问大家 要做什么 你就执着这种 乐啊 不知解脱 啊 很多修行人 到了得到法位以后啊 他就是 哎 实在是太好了 啊 很满足啊 啊 实在是身心非常的舒畅 啊 很满足啊 接着不知道 接着不知道要做什么 这个是不可以的 也就是说 在你得到这个 世洗之三魔地的时候啊 还必须要去修他的空性 就是这样子 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三有 三有就是 讲的就是讲这个 啊 天 天道 人道 第一道 恶鬼道 啊 畜生道 啊 这些这个六道众生的 这些有形的这种 就叫做三有的 假如你不修空性 不是解脱之道 你应该常常观察 一切法无我 要得到真正的清净无我意 才叫做真正的解脱 那他是这样子讲的 那么 翻过来啊 如是龙门菩萨 所以正理破除恶我 修所节者无我之见 名为修圣意菩提心 诸行密咒菩萨 依应修此 故意散破有说 修观察会观察之见 是显教鬼 会密宗者 金刚专员系依应 心观六分尘 西为十方 此名了法意 心尽最无后 过气未来心 如是无所得 无恶 无无恶 西空 亦无信 如是观察已 一切众生空 是无后宜家 想 自心 无物体 这个就是要你观察的 非常的维系 一般人不懂得观察 就执着这个有 一直佛下去 没有什么意义的 那么这里叫你观察 无我 时间呢 是无我的 告诉你 时间也是无我 根本无穷尽的时间 无穷无尽的 我们经常唱一首歌 时光一世 永不回 那是什么歌 往事怎能回 时光一世 他永不回 永不回 他这里叫你观察 时间 我以前常常讲 过去的 不会回来 现在的 也会变成过去 现在本来也不存在 也会变成过去 未来的呢 会变成现在 那么现在也会变成 那么这个时光一过 就绝对不会回来的 时光一世 永不回 这个有一个比喻 是很好的 你看那个河流的水在流 河流的水 一直流 那么有一个这个 师父讲 他一只脚伸到河底下 伸进去 然后抽起来 然后再伸下去 再抽起来 他说第一脚 你所碰到的水 跟第二脚 所碰到的水 就已经不一样了 而且那个水啊 不会再流回头的 它不会再回流的 你这只脚永远就碰不到 你这只脚永远就碰不到那个水 第一脚的水 跟第二脚的水不同 这是代表时光的 现在这一刻 只是现在你感觉到 以后不会再有 以后不会再有了 这个时间啊 是真的很恐怖的 你要看 这个是有吗 你说是有 好 现在是有 你说没有吗 也是没有 因为不会再有 不会再有的 像我们昨天过了 昨天会再回来吗 这个时光会再回来吗 不可能的 没有的 昨天就是昨天就过了 不可能再回来的 所以这个是证明 有跟空之间 你要仔细观察 过去现在跟未来 所以金刚经里面有讲 三心不可得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这是讲的 这是 讲这个真理的所在 时光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得不到的 所以叫你观察 你一个修行的人 你就是要观察 无我的意 无我意 所以呢 很简单的讲 过去的儒圣宴 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的儒圣宴 也会变成过去 未来的儒圣宴 也会不存在的 再过五十年 未来 未来季 它也不存在 所以这三 过去的 现在的 未来的 通通都不可得 这是无我意 他跟你讲清楚了 那么他也可以分析十方 分析十方 已经跟你讲清楚 任何一个东西 都会不存在的 这一次我到中国大陆 去北京看故宫 故宫还在 皇帝不在了 皇帝在哪里 明朝 清朝 两代这么多的房地 都不在了 那个故宫已经变成 那个游览期 让大家看 他以前 这个吃饭 睡觉 这个 灯座 世朝 在里面办事 这东西都还在 人不在了 时光 跟时方 这个东西 人也是东西之一 经常骂人 你是什么东西 就是指了这个东西 他这个东西 也不在了 当时 文武百官 后宫 嘉丽 东宫 西宫 这个后宫 东宫 西宫 后宫 嘉丽多少 嘉丽三千 没有一个在了 都不在了 这个东西都不在了 我们去参观 走了 也有一个感叹 长城在了 故宫也在了 人都不在了 人都不见了 也有东西不见了 当然这个东西 我不是讲人 以前我们到西安 去看金龙市 金龙市 这个金龙市 非以前的金龙市 以前唐朝时代 唐朝时代的金龙市 费国老和尚 在那边传法 这空海啊 空海大师啊 有没有 这空海大师啊 到了这个西安 到费国老和尚 到金龙市 去求法 求了法 回到这个 日本以后 就变成东密 高野山 高野山啊 这些这个密教的 这些发扬 密教在日本 非常弘扬 成田山 高野山 好多的 好多的道场 都是密教的 这个道场 密教在日本 很兴盛 这个法流 是从我们 中国本身 西安 金龙市 费国老和尚那里 灌点回去的 但是我们 到了西安 去找这个金龙市 原来的金龙市 已经没有了 一成平地 什么东西都没有的 那么到最后呢 因为有日本的观光团啊 那些那个 好像是说 这些那空海大师的 这些弟子啊 回来找祖庭啊 因为他们这个法流 是从中国西安那里回去的 他要来找金龙市啊 那空海这个 这个 空海上人啊 这个空海 这个阿西雷啊 他有在他的书上 记着 在西安的哪一个地方 有金龙市 他们去找啊 那找不到的 没有呢 没有金龙市 那中共官方呢 就随便找一个市 说大概就是这一件 其实不是的 是错认了 是错了 结果经过研究以后 原来金龙市 早就没有了 毁掉了 早就没有了 那么日本人呢 就是因为 为了保护这个空海大师啊 他本身的这个祖庭 他以前求法的地方 所以 发钱 发了钱 建起金龙市 现在的金龙市 是日本人盖的 所以我们一进去 仿佛到了日本 那觉得好像 竹子啊 那些那个阁楼啊 建的完全都是 像日本式的 榻榻米的 都差不多 那个榻榻米的 那一种 那个房间啊 还有那个 叼了一个空海大师 跟那个会国老儿上 两个坐在那边 曼陀楼 金刚界 台厂界 曼陀楼 布置的跟日本的 寺庙差不多 那是日本人 发钱去盖的金龙市 不是原来的金龙市 这里我跟大家讲 这个就是讲 十方 也是空 东南西北 中央 上下 各个地方 几层啊 东西也会化为无的 不要以为说 以前有金龙市 永远都会有金龙市 也会化为尘土 有多少 中国有多少 这个 这个以前的 这个很大的庭言 到处都化为尘土 像阿方公 他也化为尘土 像以前那个 到这个 听说到北京 去看大观言 北京有大观言 有人去看北京大观言 其实那个大观言 也是后来造的 曹雪经写的 那个时候的大观言 不是现在的大观言 那大观言也是匪的 也是匪的 所以东西啊 人啊 会不见的 东西也会不见的 像这些 这个像室啊 也会消失掉 所以他给你看 给大家看 故宫还在 皇帝不在 当初不是讲吗 在天坛公园 那个天坛 上有一个那个积殿 有一个石头 皇帝在那里祭天 然后站在那里 他跟天讲话 他要跟天讲话的 那么跟天讲话呢 这个只有皇帝 一个人听到 为什么呢 因为皇帝是天子 是天的儿子 天比他还大 他是老二 那么天是老大 天是无形的 那么他经常是上去 跟这个天讲话 天子祭天 天坛 他跟天讲话 人家就问他说 皇帝啊 那个天告诉你什么 那天子他就讲了 他说他叫我继续当皇帝 这个人都是这样子的 掌握了权力以后 他不会放的 他永远就是喜欢当皇帝 但是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想 故宫还在 长城也在 但是皇帝呢 不见了 没有了 这个就是无我的正义 人跟十方界 时间 一切会随着转为空的 我常常讲一个王阳明的诗嘛 知识如梦 无所求 无所求心 普空几 下面还有两句 我经常在那个文章里面 同样写到这一点 世间如同梦幻一样的 一切都是会归于空 所以叫你修空性 用你的眼睛去观察 用你的眼睛去看 去观察 你就知道这宜宙之间是空性的 用你的眼睛去看 用你的思想去想 它是这样子 这个慈祥思淫 一切法无实 远离初中后 如是以谈论 断真实分别 应戒戒无我 所修妙乐行 初中或后 初中后是什么意思 初中后 一个初啊 中啊 就是现在 初啊 就是过去了 后 就是未来 这时间的三段 那师尊已经修行了 能够证明了 这个 自己身体里面的这些这个法体 能够自在 那么也能够证明这个气脉明点 那么在这当中也得到法位 不但得到法位 也得到这个大乐 待会儿 这里面呢 他有提到的 又比正见 虽已了之 知法真实 然有五死 两种我之 熏然之力 心境不能如水 助水平等 一味而转 由二起立 各别显现 故意猛力 佛融化菩提心 任此不令外泄 由此立故 初分二起 收舍即灭 而时若能 以此正见 助见而修 能令笔会 见尽真实 心境当能 一味而转 这一段是讲说 你修行到这个境界的时候 你越来越接近真实的世界 你越认清这真实的世界 你的心才能够通 你修行到这个时候 你就有知道 知道世间上的一切的事情 已经很接近真实了 观察也是叫你得到真实的 世间的种种的真相 叫你观察 让你得到了真正的 无漏的 大热的境界的时候 已经接近非常真实了 这个时候呢 你必须要让你的智慧 你的智慧能够更加的接近真实 后面这一段 后面这一段又提到 这个修行啊 刚开始是要分别的 最后会变成没有分别 刚开始是有的 最后又要变成 这个有有得到这个非有 那么有跟非有 要怎么样子做呢 他这里面也会有提到的 他这里啊 极尽 极尽论师 结比意淫 即观察 争议分别 发修习力 辗转隐身无分别制 唯以念著等世间道 隐身菩提分 等初世间道 故以分别而断分别 即以三有而近三有 这个是很有意思 重点在 以分别而断分别 即以三有而近三有 以分别来断分别 以三有来近三有 这个比喻啊 有这个教授费论 一如是说 有修分别 身无分别 且夜问品佛 以二木相钻出佛 还烧笔树为意 显松此意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两个木头钻木齐佛 你知道吗 用有块的 有的东西 跟有的东西 互相钻 钻到最后 引出佛来了 佛却把木头 全部烧光了 这就用有来证明无 两块木头钻木齐佛 当佛引出来以后 又把木头全部烧光了 这个就是 以分别来断分别 以三有而近三有 这个意思在这里 这里面他所提到的 完全就是用观察会 用观察的方法 观察的知会 来解释这个空性 但是空性也是蛮可怕的 你看看那个电视里面有 我常常看电视 看到那个太空 太空的 它那个太空的无极战舰 它飞进那个宇宙当中的 黑洞里面的时候 突然间自己感觉到 好像掉到黑洞里面 因为黑洞很深 深到怎么深呢 不见底 黑到无穷尽的黑暗 不见光 这个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境界 你晓得 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那么一直在这里面通过那一种境界 是什么样子的境界 就无止 无尽 无边境的这一种境界 从这里面会产生 一种非常虚无缥缈 永远没有止境的一种 一种空境产生出来 这个也是很恐怖的 所以修行人修到这样子 会产生一种感觉 上无佛可得 下无众生可度 所以修到这样子 会变成进入顽空 我们所讲的 这一种就是顽空 失去整个人生的意义 所以到时候 有些修行人讲说 我已经不必修了 修行人讲说不必修 我也不用修 因为我已经证明空了 因为上面没有佛 下面没有众生 你既然上面没有佛 下面没有众生 你是什么 所以有很多人 修到这种境界的时候 总要空空 空空 不知道做什么 不知道做什么 完全失去它的意义 所以空也是很恐怖的 所以这里面你要提到的 若未结合经营 不应修习空 不应修非空 行者不离空 永不离非空 若执空非空 当生多分别 即以菩提心思赢 无生以空性 所说我借空 下根所修者 非能修彼 你谈空性 不是一般人 不是一般人可以修的 下根 你没有根气的人 不能修空性 现在很多没有根气的人 一读到佛学讲的 佛就是空 那既然空 我还修什么 不修也空 修也空 不修也空 一切都是空空 那他就 哇 精神就已经失常 感觉吗 傻傻 就是这样子 进入这种境界 就是很恐怖的一种境界 我没有办法讲的 没有办法讲出来的 所以他这个结合经里面讲 不要是修那一种完空 完全空 也不能修那种非空 就是有了 什么都有 也不可以 这个行者 修行人不应该离开空 但也不应该离开非空 就是不能 也不可以离开有 也就是非有非空 又有又空 这个境界 才是真正的 真实的境界 这个就很难 就是很难 所以师尊在修这个 修这个大乐 你说大乐 修出大乐 你不能执着大乐 你要想说 哎呀 原来这些乐 也是属于空的 因为它会过去的 那么 这些乐 也没有真实的像 没有实性的 你抓不到的 也不是真实的 那么就归于 把它归于空 那么这个乐 它就会渐渐减少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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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到快要没有的时候 也不行了 因为完全都没有乐了 完全没有乐 佛这有什么意思呢 那么 还要把乐再升起来 乐佛再升起 渐渐升起 升起 升起 这个快乐 快要到完全满的时候 又要想 不行了 我不能执着这种快乐 这个快乐 也没有自信的 抓不到 没有真实的 没有那个 这个也是空啊 那么它又下降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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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到快要没有的时候 又不行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完全空 就失去人生的意义了 啊 再升起乐佛 再升起 那么就是要 在那边调 调到乐空 能够定 这种 三母的 所以佛法 不应该讲完全空 也不能讲有 是空跟有啊 的中间 你没有空啊 不能解脱 你只有有 没有空 不能得到解脱 你只有空啊 会 十七一一的 会进入空境当中啊 你没有办法自主的 所以这个就是很难啊 很难在这里 释迦牟尼佛 当时啊 在佛陀时代 那些地址 假如是偏向于空空的 他会跟他讲说 你要注重有 拿一个纸条给他 他看了 哦 原来要注重有 那偏向于友的 那个好吃懒做的 吃的跟肥的 跟猪一样 那么胖 他会跟他讲 你要注重空 他会说 少吃一点 少乐一点 因为他太贪了嘛 他要叫他少乐一点 所以多少啊 是佛陀是讲的 偏移空的 佛陀会叫他友 偏移友的 佛陀要叫他空 是这样子 要调得刚好 调得刚好 最美妙 所以佛陀有讲嘛 那个 那个弦的故事啊 那个弦啊 你不能太松啊 因为太松啊 他没有声音啊 你不能太紧啊 太紧了 崩 会断啊 所以不松 不紧 最美妙 这是佛陀在树下 沉思的时候啊 有这个夜思啊 从恒河那里经过 有船啊 经过 上面有夜思在弹琴 佛陀听到那个情音以后啊 他就领悟出这个真理 然后不松不紧 最美妙 所以佛法最美妙的时候啊 就是非空非友最美妙 非乐非空最美妙 就是这样子的 太热了 你就完了 太空了 你就没有意义了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佛法应该是这样子的 他这里面讲 完全是在讲这个 那么最后这个总结啊 他是这样子讲 他讲的东西 你不一定看得懂 我讲的你就听得懂 我们刚刚开始学佛 刚开始学佛的时候 是为了度化众生 是为度化众生 这个就是花菩提心 你有菩提心产生的时候 你就能够勇猛精进 所以他认为 这个里面讲 发菩提心是第一要义 你要修行 为上层佛果 下化众生 你才修行的 你因为你的观察 这世间上是无常的 所以你就发心要修行 要上层佛果 下化众生 这个是菩提心 这个就是菩提心发出来 修行之一呢 完全是由菩提心所产生 你能够很久能够修行 是因为你发了菩提心 今天呢 你把菩提心 也认为是空的话 那么上无佛可得 下无众生可度 就完全空掉了 这个就没有修行的 这种意义就失去 你就不会去努力的去进修 就不会努力的去修行 这个就会进入王空 是非常危险 是一种危险的一种偏道 不是正道 正道是非有非空 非乐非空 是正道的 那么最后一段 总之他所讲的 就是讲说 你要通达真实意 要得到解脱 是需要空的 但是呢 你要得到修行的真实意 是需要发菩提心的 因为有了菩提心 你才证明空跟解脱 你没有这个发布 这个菩提心 你不会有修行之因 所以我们修行人 无论如何 要坚守菩提心 虽然你能够证明到 空性得到解脱 但是你还是有一个菩提心 上层佛果 下发众生 这样只是修行之因 你才能够精进去修行 那最后呢 他不动明王经 中依此密意固云 菩提心坚固 说得咒西地 移者修作鬼 所作戒无果 由略想诸法 一切戒无性 定得菩提心 非为宜能得 所以这个 这个 不管是显教密教 你禅定 到了一个境界 到了这个无色戒天的时候 那个地方啊 很容易让你进入王空 这个时候你就是要 菩提心坚固 你为了度化众生 才能够成为菩萨 有情的菩萨 你为了上求佛果 才能够得到佛的果位 你不能因为空性的结果 一切就流入了这个时光隧道里面 永远就不能回头 所以在一撒那之间的一个正面 因为有了菩提心 你才有正面 才有修行之因 你才能够得成正果 假如不是这个坚固的菩提心 到了这个空性的境界里面 你就是进入时光隧道 进入宜宙当中的黑洞 永远不能回头 所以这个也是很恐怖的 这个按照我自己所知道的来讲 这有跟空之间 祖师们各有他本身的定论 也是从来 这个佛教跟所有的外道之间 争辩的所在 争论 在这边争论这个问题 但是刚开始修行的人 坚固菩提心 到最后都坚固你的菩提心 才能够得到正果的 或者容易流入其他的外道里面 今天就讲到这里 Om Ma Ni Be Mi Ho RRRRRRR 中文字幕——YK